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講 這股民的疑難雜 正有老師來開講囉 我是崔佑達 美國股市今天早上一看不得了 跌得東倒西歪到底怎麼了 也拖累了今天台北股市 再度的往下修正 只因為美國聯準會官員的一句話 有英王之稱的布拉德 表態支持3月份的會議上面 應該要升息兩碼的幅度 但是他今年根本就沒有投票權 所以他只是來刷一個存在感 哪一些熱門題材 應該要趁著拉回上車的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翁士俊 士俊老師午安 大家午安 其實今天扣掉了台積電 跌掉的10塊錢 台股算是小漲 還小漲13點 所以資金派對還是很熱鬧 像是網通股王出現了爭霸戰 昨天大家在講飛機王 今天變網通股王了 省準的駕差超車智邦 差點佔上300元大關 但這個時候要注意囉 哪些個股是已經爬到了 山頂三天不過高 頭部浮現的 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曾英傑 介紹老師午安 佑達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士俊老師 我們就先來看 因為台股在今天跌70點 周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終結了連續5根周線的紅棒 這周是收黑K 我們就來看今天三大法人的操作 總共賣超121億元 外資在這邊 是這個禮拜賣最多的一天 砍掉了116億 投信倒是繼續買10.35億元 自營商似乎週末也做一些小幅調節 砍15億 但是在多單的部分 還在往上增加 外資的淨多單暴衝到1.7萬口 所以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外資起貨做多 但是現貨好像又在放空 要怎麼看待呢 好像外資現在有點兩面手法 還是說看不出多空方向呢 應該是看不出多空方向 外資看不出來 我們也看不出來 也看不出來 原則上它就是區間震盪 就是在區間上緣 你可能稍作減碼 它可能就會拉回 來到區間下緣 它應該就有支撐的往上 所以今天跌70點不用太過悲觀嗎 倒是不用太過悲觀 還好 因為它也留了一個下影線 好 我們先看昨天美股是跌幅滿重 主要公布這個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6% 同膨壓不下來 對 同膨真的壓不下來 其實從這個前幾天公布的CPI 其實就看得出來 不過我剛剛講到說 這個大家會不會怕說 那個3月 連存會升息兩碼 會不會嚇到 原本升一碼嗎 大家是這樣揣測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升兩碼 機率不高 我剛剛看一下那個FadeWatch的預測 3月份升息一碼機率 還是有82% 82% 所以我覺得應該放心啦 畢竟偏割派的是鮑爾對不對 那個刷存在感的 應該不用太理他 所以看起來 美股這邊可能短線稍微降溫 台股這邊也稍微降溫 但不用太緊張啦 因為現在是一個區間震盪 那我們就這個期貨的角度來看 今天比較特別是 外資的期貨多單居然是衝到1.7萬口 對 1.7萬口是什麼概念 就是今年新高 今年新高 這很多 今年新高 沒看過這麼多 上次呢 上次最高是在這邊 1月 12月30號 那天有1.9萬口 外資在這個時候有1.9萬口多單 這時候他就做對了 對 就做對了 因為一直往上衝 然後不關要搭配現貨買超 今天現貨是賣超 所以代表說兩面手法 我們就來看這個外資多單 如何解套 因為本來以為說今天會減碼 沒有減碼就算還加碼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就是說 什麼樣才會解套 最簡單的算法 我們先看台子期好了 好 我們看台子期的部分 K線 台子期的話 這三天開倉嘛 就是3 4 5 那我們簡單算就是 高點加低點除以2就好了 禮拜三的什麼高點 昨天的高點 今天沒有破底 所以加禮拜三的低點 簡單除以2 大概算出來的數字 我算大概就是115480點 15480 對 今天的期貨是售在15433 其實沒有很遠 差50 對 所以外資目前的多單 是小幅套牢當中 可以簡單這樣算 如果它要解套很簡單 它只要拉一下就解套 並不會太遠 所以我們要看它 拉高的過程中 有沒有把多單賣掉 如果賣到剩很少 1萬口以下 那可能就是稍微保守一點 我覺得它會想辦法 先把這個指數再往上撐一下 它應該不會讓它這個1.7萬口的多單 然後就是往下撒 賠錢任賠 好 那今天除了外資不同掉之外 下個禮拜有哪些 這個關盤的超盤策略要提醒大家的呢 對 那因為最近大家操作得很茫然 就是大漲的時候去追 馬上短套 對 會這樣子 然後跌下來的時候覺得 不要操作 賣賣股票 隔天又突然大漲 對 各股就是一天漲一天跌 就是大家覺得有點茫然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完之後我就要休息兩週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這兩個禮拜 你最好有什麼操作策略 會比較可以應付現在的盤 那你現在指數你先看高檔震盪 你不要去認為它會大漲還會大跌 它就是高檔震盪 就是在1526到15669 這樣有400點的空間 對 短線大概400點的空間 那你盡量操作 你要買賣股票 盡量是買黑賣紅 也就是說指數 你可以以指數為主 指數在跌的時候 想說連跌兩天 你就是盡量把持股比例增加 跌下去持股要增加 對 然後漲上去的時候 你盡量賣 持股比例降低 所以今天應該照理來說要買股票 對 今天應該是稍微買一點 然後如果禮拜一再跌再買一點 對 那昨天應該是賣股票 昨天賣股票 對 因為昨天快逼近前高 甚至是禮拜二 禮拜二是本國最高 創高點 對 所以持股大概5到8成 我覺得可以到5到8成 然後動態調整 到區間上緣 區間上緣在15669 你就是區間下緣便宜多 更正一下 區間下緣就在15265附近 就是快靠近 畢竟你就是把持股比例拉高 然後到區間上緣 因為上方就有套牢賣 就15600點以上的時候 對 你就是稍微減碼 就是依照這個策略 你就會心裡比較安定一點 然後如果你要做全肢股 你要看台積健 台積健最近有一點轉落 要怎麼判斷它轉落 今天算轉落了嗎 今天有一點轉落 我們看一下台積健 我們看台積健的K 因為以最簡單的看法 就看月線 它今天破月線 台股沒有破月線 台積電破了 所以三天之內要站回來 要站回來 對 如果不站回來 就短線有點轉落 那就是下週三要站回來 對… 因為之前我們常解台積電 我們建議大家在400多塊這邊 450 460這邊 你去做進場動作 到了禮拜三 與股神同行 股神賣 我們就是建議大家先跑再說 沒有出在最高 當然你也出在到530 520也OK 那就是說因為破月線 你就稍微先避開一下 你就是先把這個台積電的資金 抽出來去做別的股票 比如說像熱門股 軍工 電力概念股 航空股 面板 觀光餐飲 這都可以做 好 就代表說台積電 現在停看廳的話 有哪一些個股可以偏多操作 或者是拉回加碼的呢 對 先來看軍工股2634的漢翔 這個禮拜倒是滿特別的 因為它爆大量之後 這個今天的收盤價 來創本週興高 好 那剛剛那一題材 你就是抓幾檔指標過來做 如果是你喜歡做軍工的 你是比較穩健的投資人 你不想用被洗來洗去 上衝下洗 像保一這樣洗來洗去 然後今天創高最後拉回 可以看漢翔 不敢做保一 不敢做八貫 對 看漢翔 因為它是長期的訂單是滿穩的 因為它是 大部分都來自於國防部的訂單 你說軍用的它也有 然後在民用的它也有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K線 今天的話是剛好是 創了一個收盤價新高 本來以為這根K棒 要轉落了對不對 對 爆量流常上影線 如果看這個教科書 就代表說已經轉落了 沒有 因為持續的 還會慢慢的往上攻 所以基本上來說 你之前只要買到漢翔這一檔 你只要不是在這天買的 都賺錢 基本上現在還是賺錢 只要不是這天 你是當沖掉的 基本上都賺錢 如果說法人繼續買的話 我覺得你要來挑戰40塊 甚至往上攻 應該都有機會 你就可以做一個長線的操作 好 這是漢翔 另外一檔是3680的加登 其實昨天如果有加LINE的朋友們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一檔持股 對 昨天剛好就是送大家 這檔3680的加登 今天台股大跌 差不多百點左右 它還是漲的 漲快3% 還漲快3% 其實相當不錯 滿強的 它主要是做這個UV的光照 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後我們它的大客戶 基本上包含了台積電 Intel 艾茲摩爾 所以說看起來 假如說先進製程 你說3奈米 2奈米這樣演進 其實它是最受惠的 好 股價來看 已經橫盤整理了滿久了 對 今天就算是它有漲 也算盤整嗎 也算 目前還是在盤整 還在盤整區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快表態 因為這跟紅K也是一樣 創了一個收盤價新高 最大量是J跟K棒 對啊 假如它的高點 站上去了 就有機會轉強 OK 對 好 這個是3680的加登 這個是6143的政要 其實昨天在字卡當中有提到 因為這是頭信最近才剛開始買的 對 它也是跟電子紙相關的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的買上去 有機會啊 我們昨天從那個頭信的角度去 跟大家做解析 說說他買車電 他還買什麼 他還買電子紙 對 元泰 他買兩檔 其實電子紙的股票不多 你就是挑出來看 你覺得元泰比較貴 你就挑政要 6143的政要 因為之前外資就已經先買 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買了2000多張 最近頭信剛進來 我說頭信持股比例 你超過15% 你就先不要去追 這個才3.6%而已 這個很不高 不高啊 所以有加碼的空間 有加碼空間 對 到禮拜四為止 今天如果頭信再買的話 頂多也才4%左右 很有空間 剛創高 昨天這根有點像洗盤 你看它創新高 昨天是創新高 然後留了上影線 把這些可能之前套牢的 或是有獲利的 趕下車之後 今天紅K把這個上影線吃掉 所以今天算換手 對 換手量 應該還有機會往上去攻擊 好 這是6143的政要 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這個世俊老師 其實還提供了 儲能股的操作教學 點到了1519的華城 所以如果有這個電力儲能股 想要詳細操作的話 也可以馬上拿起手機 現在掃這個電視上的QR Code加世俊老師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小老鼠WENG888 小老鼠WENG888 因為世俊老師接下來 通告要休息兩個禮拜 所以這個股民們 或是粉絲們要怎麼跟你聯絡 好 接下來兩週 大家如果說操作 有疑慮的 你不知道什麼指數 什麼位階 你要持股幾層 或是你要進場什麼熱門股 基本上我們都會在 每天的直播做教學 因為這個節目 大概也是講在10分多鐘而已 其實直播就長達 差不多半小時左右 我會把股票內容 跟甚至大盤期貨 國際形勢講比較詳細 那是下午的直播 早上會有早報 早上起來一定要先看一下 就是開盤前就會有早報 開盤前就會有 我會幫你預測期值的高低點 跟你今天怎麼操作的方向 你喜歡做期貨的 你也可以先看一下早報 了解一下今天有什麼大事 然後再來 週末我們固定會有個股研究報告 產業的研究報告 所以其實內容相當豐富 那你有問題也可以透過這個Light 想要數WMG88 或是掃瞞的QR Code 然後加入 如果說問題 甚至是你對行情有什麼疑慮 當然你可以做一個洽詢 好 那下個禮拜 我還是覺得說高檔震盪 15265到15669 這個做一個區間的箱形操作 還是一樣 我覺得全資股先 不要解操作 因為最近外資並沒有說特別的大買 全資股先等等 除非外資大買這些全資股 對 所以全資股先稍微 停看廳 並不是說避開或賣掉 停看廳 你來做一些像儲能軍工 面板觀光 這些可能會比較熱門 好 熱門族群 講到了面板 稍後也要告訴大家 今天成交量的第一名 是群創14萬張的大量 帶量衝高 同時待望的驅動IC表現不錯 天玉昨天漲停 今天還繼續的有高點 下個禮拜會再度的掀起 同族群的比價效應嗎 稍後請教曾英傑老師 歡迎你回到100股民開講 我是蔡佑達 外資在今天現貨市場 大坎百億元的同時 出現了股會雙燒 台幣是越走越弱 中場重扁1.24角 收在30.404元 所以30.4 這也是兔年以來的新低 接下來就要問結帥了 因為這個禮拜 投資人的心情 真的是洗三溫暖 漲一天 跌一天 漲一天 漲一天 那麼大盤的MACD 你不斷的提醒大家 這邊郵政轉負值 今天算下來 這個轉負值已經是第三天了 所以說現在到底是高檔修正 還是高檔轉弱 好的 謝謝佑達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MACD到今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已經正式形成一個 所謂的死亡交叉 我們學技術分析的 最重要就是要舊線論線 線型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看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反彈 1月9號那時候 我認為大盤會有一波反彈的行情 來到15669之後 這裡可以說是已經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大盤我認為 會很有機會往下修正 不過大家不用害怕 這一波會往下修正 最主要的原因 是來自於一檔股票 就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我們去想一想 這個MACD出現死亡交叉的時間 就是在前天 我們都知道前天台積電跌了幾塊 跌了20塊 沒錯吧 把飛車害的 昨天休息了一天 今天再跌10塊錢 所以短短三天的時間 台積電跌了將近30塊 30塊換算成這個加權指數 是240點 差不多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扭轉了整個台北股市的 一個架構 但是我說為什麼大家在這裡 不用太緊張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像今天這個台北股市跌下來 最後是不是跌70點 台積電就跌了10塊錢 台積電跌10塊錢 代表加權指數大概是80點 所以這代表說 這其中還有一些相對 比較抗跌的股票 我們可以來做多 當然也有一些頭部成型的股票 我們可以去做賣出 或者是放空的動作 那要怎麼去判定一檔股票 到底可以做多還是放空 這個我教過大家很多次 其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只要股價 它的MACD是黃金交叉的話 就代表說這一檔股票 它還沒有結束 它還是在多方架構 當你看到一檔股票 它形成了死亡交叉 就代表說它的趨勢已經轉空 所以現階段我認為 股票是可以多空雙向靈活操作 就是說一個台股 兩個世界 那空軍弟兄 我相信在這個地方 如果要空股票的話 也不要隨便去亂空 萬一空到那種強勢股 就可能被嘎到外太空 所以選股要非常的謹慎小心 我認為是現在必須要大家 要有共同的一個共識 就代表說多方空方都可以做 對 沒錯 但是問題是很多投資朋友 不見得有時間學現行 所以我說過了 我為了要讓我判斷股票的時間 跟速度更快 我特別把這個技術分析的邏輯 結合這個人工智慧電腦運算的方式 讓我更快速的去精準到 掌握一些關鍵的轉折 而且這些轉折一出現 其實各位股民 只要有看我節目都會發現 我都是在第一時間提醒大家 我們譬如說開始來講股票了 好 我們先講誰 先講神山 就這一檔 導致這一次台北股市 MACD形成死亡交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一檔台積電 各位 台積電在前天 剛好跟台北股市一樣 同時形成一個所謂的死亡交叉 當時的這個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 他是買在大概460幾塊附近 大概是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 為什麼巴爺爺會買進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講過 我有教過大家 當MACD形成黃金交叉 如果他又能夠突破整理平台的話 就代表說他後市會有機會 有一段往上漲的一個行情 這個我有教過大家 這一路走來漲到這一天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最高是546塊 沒錯吧 這一天基本上 他就已經形成了一個 所謂的死亡交叉 而且這一根K棒 他沒有再代量往上攻 他是直接跌破五日均線 形成了一根十字變盤線 再加上這個MACD形成死亡交叉 所以各位記不記得 在2月15號那一天 來看一下這個叫2月15號 我在第一時間就告訴大家要賣 前天就提醒大家 對啊 就要賣對不對 如果說你有看我節目的話 基本上手楼上持有台積電的 我說過了 就要趕快出場 而且我還告訴空軍弟兄 我記得各位去看一下 2月15號那一天 我還特別呼籲這個空軍弟兄 如果你喜歡去放空股票的話 這一檔股票其實是可以做放空的 就反向操作 而且它的券很多 再加上現在大盤 它的一個結構已經由多轉空了 已經反彈了1600多點 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要空的話 我認為台積電 是一個滿不錯的標的 畢竟這個股神巴菲特 也將他手楼上86%的股票 已經把它給出掉了 出掉之後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來看一下這個人工智慧怎麼說 各位 這個地方叫481塊 它出現了由空轉多的一個訊號 這裡買進 來到這裡之後 這裡叫546 如果來到這裡我們計算一下的話 它的一張價差是65塊 大概也是10幾% 跟巴菲特的這個獲利是差不多的 所以不得不讚賞一下巴菲特 波段也能做 短線也能做 真的是很厲害 這裡賣出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行情才剛剛開始 所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有想要買台積電的 投資朋友 我建議再等一等 等什麼時候 等到這個趨勢 由空轉多 或者是大盤 它真的也是由空轉多的時候 才來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這邊由空轉多 你要第一時間跟大家講 也要我們必須上這個股民開講 因為我今天是最後一天 上這個通告 等一下股民一定會說 老師 過來你沒有上這個通告 我怎麼樣看到你的分析 我等一下會講 不要緊張 好 這是可以放空的股票 是不是每一檔股票都可以放空 當然不是 空軍弟兄接下來就要認真聽 想要做多的股民也要認真聽 來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說 可以持有做多的股票 像這一檔省準3558 這一檔省準 這一檔股票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可以做多的一個標的 為什麼 各位看到沒有這個MACD 黃金交叉一直到今天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敗向 這一天其實基本上 你只要做一個佈局 基本上你就可以做一個波段 來到今天也是賺了不少錢 然後我有教過大家 當你看到一根K棒 它只要突破整理平台的話 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再做加碼 這一根 之後你買進 這一根可以加碼 然後往上衝 衝到今天 你還是可以持續的報勞 如果想要放空投資朋友 真的要等一等 千萬不要去做逆勢單 因為它的趨勢還是在多方 我們來看一下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是不是如同我所說的 在這一根K棒 它突破整理平台的時候 它是不是出現一個加碼訊號 然後在209塊這個地方 是不是由空轉多 它更早發現 對 它出現一個買進訊號 買完之後再加碼 各位我們做股票 如果要做多就是要做這種股票 你看一張就86 10張86萬 100張就860萬 所以做股票要怎麼樣 才能夠賺得多賺得胸 第一個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哪里是底部 像這裡就是底部 為什麼 因為它由空轉多 這就是一個漂亮的轉折點 有資金的話 你當然要趁勝追擊 在這個地方做加碼 所以省準這檔股票 如果是空軍弟兄的話 不要隨便去空它 有可能會被軋上去 所以它下禮拜可能還會有表現 還會有表現 雖然大盤現在 可能有修正的可能性 但是強的股票還是很強 我們再來講第三檔股票 就是這檔天域 這檔天域 這檔股票 各位 我也是在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你看 它前一波有漲了一段 然後整理完畢之後 它有出現一個整理的一個格局 它也整理了快一個月 現階段它為什麼今天又會再突破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根K棒是不是很突兀 對 昨天漲停 它突兀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突破了整理平台 我有教過大家 當一檔股票 它有本事突破整理平台的時候 就代表後面 它還會再繼續的往上攻 所以這一檔股票 我認為再加上這個黃金交叉 剛剛形成一個所謂的 這MACD剛剛形成所謂的 一個黃金交叉 所以後面它還是有所表現 所以空軍弟兄仔細聽 不要隨便去空這種 多方架構的股票 如果說 還是習慣做多的投資朋友 可以利用這一檔股票 拉回的時候可以做一些佈局 拉回的條件就是說 不要跌超過3% 因為跌超過3% 它就有可能轉弱 你說盤中3% 對 盤中如果說跌幅 這個大概在3%以內的 一個跌幅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我不知道它收盤 到底會跌幾% 那就大概在接近這個收盤的時候 如果看到它跌幅大概在2% 1%左右 這個是我認為是最佳的一個 進場佈局的意思 收一個小黑黑都還可以接受 對 都可以接受 我們來看一下人工智慧 它也是一樣 突破整理平台 它就由空轉多 非常的清楚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當然在這一波行情 我們都知道 它從13981反彈到15669 也反彈了1600多點 到底有沒有股票 也漲了一大段 現在開始 開始轉空的 有轉空的 就是有那種三天不過高的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上通告 我有一份這個禮物 要跟大家來做分享 這一檔股票 來 各位認真看 仔細看 空軍弟兄更要認真看 來 這一檔股票之前 它剛剛由空轉多 漲幅高達31% 來 各位 一檔股票漲三成有沒有漲很多 有 這很強 漲很多 很強對不對 可是你仔細看 它今天已經由紅翻 空 由紅翻綠了 由紅翻綠代表什麼意思 這裡要賣 各位來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基本上 它漲了這麼多 如果說真的能夠接受 放空股票的投資朋友 今天不管怎麼樣 2月17號 最新頭部成型的股票 歡迎各位加爛回覆888 你能夠接受放空的話 當然你說老師我都習慣做多 也要來說去 為什麼 因為搞不好你手樓上 有這一檔股票 有可能 是不是 我如果賺個30號還沒跑 搞不好如果在這個地方 你不曉得說該跑 我就是希望藉由這檔股票 來提醒大家 家屬說你現在手樓上 有這支股票 你要趕快買 要怎麼樣才能夠得知 這檔股票的一個資訊 加LINE 回覆888 我說了今天是 我今天上完這個通告之後 接下來我要休息兩週 老師也是休息兩週 對 股民記錄一下 我下一次上這個通告的時間 是3月6號 3月6號 3月初了 3月6號就是3月初 因為我都把它連假後 對 連假後 因為我是這一次上通告是2月6號 2月剛好28天 我上兩個禮拜 休息兩個禮拜 所以下一次上通告的時間是 3月6號 大家記一下 3月6號是禮拜一 這段時間股民可能會很擔心 老師 大盤現在如同你所說 他真的開始往下修正 我真的有一些股票問題 想要問你怎麼辦 來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其實我很希望在這個 股民開獎這個節目當中 去結交到很多股民好朋友 所以歡迎各位 現在就可以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慢慢的掃描這個QR Code 今天很重要 因為今天你再不掃的話 下禮拜你掃不到了 因為下禮拜就換別的分析師 上來這個分析股票了 所以拿出你的手機 慢慢的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過這個LINE ID直接搜尋 小老鼠A957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每天除了上股民開獎之外 其實我每天還是很認真的 在錄製這個人工智慧 選股教學的直播影片 這個影片它的時間比較長 它有20分鐘的時間 但是每天都會有 每天都會有 我每天 就算我沒有上這個股民開獎 你們要怎麼樣找到我 一定要找到我 你才有辦法問我問題 所以我再講一遍 現在就慢慢的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掃描這個QR Code 接下來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在這個LINE裡面問我 如果你想要學習更多人工智慧 選股的一個操作方式的話 加LINE 回覆888 接下來大盤上有壓下有撐 低買高買有方法 有機會的話歡迎加LINE 來 今天來一起學習 這個人工智慧選擇